大家好,我是David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 面前大家看到的是我的杜鹃花 现在已经全部开放了 黄色的杜鹃花 实际上前两天已经陆续开始开放了 今天基本是全打开了它的花包 那么这个杜鹃花是我五六年以前 在多伦多植物园买的 没有标签 所以具体的品种名字我不知道 但根据它的习性 我猜测是North Lights系列的 North Lights是比较适合在多伦多生长的 因为它很耐寒 这棵杜鹃是落叶的 它的叶子是像柳叶 柳条叶 细长的 那么在秋天呢 它会变得火红 特别漂亮 它的落叶比较晚 有一年甚至在12月份 它的火红的叶子还挂在上面 那么所以呢 在秋天呢 是一道很靓丽的风景 那么在春天呢 现在你看它的花 这种黄色的花 杜鹃花 那么它的黄 每一朵花的黄有深浅 那么靠根部 泛白 靠外面 你看它这个黄色加深了 更有特色的是 它的花具有一种药香味 杜鹃花 有香味的不是特别多 那么这种呢 就具有一种浓烈的药香味 但是你把鼻子凑上去闻 就更明显了 这一颗呢 它原来呢 因为靠黎巴呢 这个 这一些 Juniper 长得比较茂密 那么我 今年呢 就给它清了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地方呢 在 上午 和下午 多冷时当的照到太阳 照到太阳 杜鹃花呢 它是 喜欢 上午的太阳 下午呢 有点滴的太阳 它 但是呢 如果是 很阴的话 也是不适合它生长的 它开花 就不会开花 甚至长不好 你看我这一枝 实际上我是种在 靠这个树根那一块 但是树根那一块呢 开花开的不多 就开了你看 几朵花 当然了 这个杜鹃花呢 虽然是它呢 比较耐寒 很耐寒 但是它的花苞呢 有时候呢 冬天呢 会被冻坏 实际上 在秋天的时候呢 它刮满了花苞 你看 这都是花苞 但冬天呢 你看这些花苞 有的呢 不开的 实际上就是 已经 被 被冻坏了 所以呢 它开不起来 就是在有这样的花苞 然后你呢 冬天如果适当的保护一下 那 就要保护着它的花苞 那么会开更多的花 所以呢 它呢就是 就是要有 最好是早晨 四五个小时 太阳晒的 那这一颗 因为 在以前呢 太阳不多 所以它靠 靠外长的 这个姿呢 就伸到外面了 靠外面 去 跟着太阳光线走 这就向大家 植物的习性 植物的生长的情况 那就 告诉你了 它需要什么 另外呢 要 都捐喜欢比较潮湿的 和酸性的土壤 所以呢 这些基点 你做好了 四五个小时的 早晨的太阳 酸性土壤 潮湿的土 然后呢 适当的四肥 它就会长得很好 我每年呢 就 给它 春天和秋天呢 给它 附上 腐质土 然后呢 就适当的给它一些 皮特帽子 皮特帽子呢 富含酸性 酸性很强 那么 在 给它四肥的时候呢 就对上 穿上 皮特帽子 增加土壤的酸性 你看 它这个花开得多好 然后 特别是这种 香味儿 然后呢 再加上 秋天的叶子 所以呢 杜鹃花 是一种 很好的庭院植物 也不是难养 我现在已经有 六颗 不同颜色和 大小的 杜鹃花了 陆续以后呢 它们开花篮 也会给大家介绍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帮友们 好 咱